在1954年,Leica推出了第一部M 就是這部M3 Leica為了紀念60周年的M機誕生 出了一部什麼機呢? 你知不知道?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Leica M機到現在2024年為止 都是屬於Leica裏面最經典 最暢銷的一個系列 這不是我講的,是市場講的 舉例一部M3 到現在為止 一個普普通通的Condition 都要接近一萬元左右 如果是成色好的話 是去到差不多兩萬元左右 在數碼機方面 好像M8是2006年的出品 到現在都是一樣要一萬元左右 而且非常少有 要找一部成色好的都不容易 如果以其他款式來說 這麼久的相機 一早就被淘汰了 在這裡可以見 Leica M機的魅力 Leica為了紀念出了M機60年 在2014年 就出了一部叫做M60的相機 就是我手拿這部 在電子部分 都是以M240作為一個藍圖 因為這部機是2014年出 跟Leica的MP240是同期的 我相信這部機裡面 其實是一部MP240來的 相信大家喜歡這部機 並不是因為電子部分 或其他東西 而是它的創造工藝 機身是用不鏽鋼去打造 加上一層類似TITEM顏色表面處理 整部機都是用曲線去包圍著 很有線條感 機身背帶的耳朵 都是省略了 為了不破壞線條 增加整體的流暢度 再配合一個BODY CAP 也是跟機身的顏色和造型非常配合 我們現在先看看它的正面 它會見到Range Finder的窗 這些是不少的 以及中間有一個小四方框 這個其實是一個服務窗 當你調整Range Finder的時候 需要打開這裡去調整 至於之前的款式 可能是一個Leica Loco遮住 把Leica Loco打開之後 也是一個服務窗 或者是P系列 就是一個螺絲位 把螺絲扭出來 在裡面做一些調教的處理 至於機身的皮身 這個部分 這個Pattern是很特別的 在其他機身上 我從來未見過這種紋理 手感很好 亦不容易滑手 在正面是看不到 任何關於Leica的字樣 或者是Logo 簡單來說 懂就不用說 不懂說來也會浪費 在機頂部分 就黑住了Leica 60 以及Leica Camera Wessler Germany 機頂有一個Hotshoot的位置 只可以安裝閃燈 跟240用的EVF2 是不能用下去的 因為在機背的位置 沒有了一個插口 在Speed Dial 方面 其實跟普通的沒有大分別 在快門按鈕 一般就會有一個螺絲位 給你安裝一個Soft Release 或者是一個長曝光的線 這裡就變得更加的簡約 就是沒有了這個位置 在開關方面 就可以有三檔 一檔就是關 開 還有一個Setting的位置 可以給你處理 設定日子 還有一個按鈕 就是這個小圓點的位置 之前的240 就是一個影片的作用 你不要想著這部機器 是可以拍到影片 其實是不行 只不過這個位置 是一個位置 給你去設定日子 按鈕 分別可以調校 年、月、日、時分 在背部位置 沒有一個螢幕 只有一個ISO的調校盤 就是由200到64ISO 為了知道 M60和240拍出來的照片 有沒有分別 我作過一個比較的 如果兩者 大家都是拍DNG 設定了ISO 其他都是選擇自動的話 其他照片出來 如果沒有任何調校的情況下 例如說白平衡 M60是會好些 還有曝光方面 也會準確一點的 簡單來說 就是如果一張照片 不調校 在M60拿出來 是會好些 至於之後 再調校過曝光 白平衡 兩者 我是肉眼發現不到有差異 就算在不同ISO方面的表現 都是一樣 這裡講一點總結 M60本身是配了1G3 1.4的版本 即是和11663是同款 但外形方面 截然不同 而且都是用不鏽鋼打造的 不過現在這一套 鏡頭已經拆散了 現在只有一個機身 M60是Leica第一部 沒有顯示屏的數碼相機 至於之後的MD262 M10D 以及將來的M11D 都是這部機的延續 這個無螢幕的設計 比攝影師或者用家更加專心去攝影 而不是將關注度 放在怎樣去按按鈕 一切回到初衷 是攝影為基本 至於坊間 有人說 無螢幕的數碼相機 是會比有螢幕拍出來的相片 效果會好 理論上我覺得絕對是說得通的 因為沒有了一個電子部分 這部機身的干擾性是會低了 影像質素是會更加好的 但至於你能否看到 是另一件事 當初M60發行的時候 價格大約是一萬七千元美金 對回頭大約是十四萬多的港幣 大家可能有想過 既然是紀念六十周年 那為什麼不出六十部 要出六百部呢 因為這個造型和240是不同的 整個模式是要重新做過 相信在研發方面 費用相當昂貴 如果是分六十部的話 一般的消費者也負擔不了 那拉卡這次肯定是大本計算 所以就出了六百部 相信也是能夠平衡的 其實不鏽鋼的硬度和性質 和這個Titanium是很相似的 它很暗很硬 在製造的時候 相信難度也是非常高的 MD262其實現在的二手價格 都是大約三萬五元港幣左右 這部M60如果只是Body的話 大約是五萬元港幣左右 那只是看看歷史價值 造工和包裝 你會不會對這部機心動呢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有趣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我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拜拜